這節先講講最近Youtube發生什麼事 原來有兩件事要跟大家交代一下 第一件事 最近如果大家留意到Youtube的一些新的動態 就知道有很多在本地的 藍絲的Youtuber 我很不喜歡用KOL這個字 KOL中文英文叫做Key Opinion Leader Key就是很主要的意見領袖 在Youtube說話就叫做意見領袖 我都已經覺得很 很不理解 意見領袖不是每個人都做得的小弟絕對不是意見領袖 我覺得最多是影響到一些人 一小部分人 還要Key Opinion Leader 你說是不是很厲害 總之是Youtuber 做Youtube的人 有一大班越來越多年輕的 有些是落選區區議員 有些是名不見經傳的 藍絲的Youtuber 突然霧起 霧起也不要緊 各有各自己做 不同意見香港言論 但他們的觀看 是很驚人的 很驚人 在網上有些說法 直逼 蕭生 每一條片都是以幾十萬人 去看 這個 第一個情況 而且有些研究過他們說話的口徑 內容 一起發炮 例如十幾二十人一起發炮 似乎大家好像夾過 是很相近的 這個 背後有些什麼高人 有些什麼力量 有些什麼 總的指揮在背後 無從稽考 不過 這個現象 是出來了 而這些Youtuber 絕大部分 都不是蕭生 不是我 這個年紀 絕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樣子都看得下 當然內容有些很不堪 似是而非 邏輯亂了大龍 但是 早前 一直在瘋狂地 去追擊罷工的醫護 而且又抹黑他們 說他們什麼偷口罩 等等 大家是同一口徑去砌 這種情況 是越來越 厲害而且越來越多人看 有些朋友跟我說 在他們藍絲群組裏面 有些群組 有些是親戚等等 長輩是藍絲 不時會向他們推薦 某些藍絲的Youtuber 可見 他們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 大家看看 發生什麼事 連登有個 有個分析 資料詳盡 都幾 幾 我覺得都有見地 可以 大家看看 另外小弟出現那個 黃標的情況 原來 原來 在 這個 香港的Youtuber 是 大家是 哀鴻遍野 很多都發生了 都是這樣 簡單地說 一黃標 就 沒有廣告 沒有廣告 無論流量有多大 標數有多少 對不起 零收入 為什麼 我那個情況 我講回我自己 這個現象也挺有趣 大家知道我改一些古靈精怪的標題 OK 原因就不說自明 有些 可以這樣說 一開始的時候 他都沒有發現到裡面的內容 因為那個標題 是很中性的東西 甚至是 大家 開始就 從這個有趣的標題去猜測內容 說什麼 有些 觀眾留言說 只是看你的標題都已經很有娛樂性 我又覺得 不經意地 做過這個效果 我都覺得有點意外 我 每天都很努力地去改一些類似的標題 翻雙倒龍 盡我所學 以前 無珠族語錄我都 唸得下的 語錄歌我都會唱的 放那些下去應該包無死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應該是 避得到AI的檢查 但是 裏面的內容 譬如有七個鐘頭八個鐘頭之後 突然之間就變回黃標 所以經常都問我 你有廣告 你經常都說黃標 不是啊 我可以在這裡 很清楚告訴大家 有廣告可能是頭一兩個鐘頭 五六個鐘頭的事 一聲就變成沒有廣告 五六個鐘頭 廣告其實 他吃水好心 那個廣告費 不知道是不是超過50 廣告費 實際的廣告費有多少 不知道 所以 越來越 多的這種情況 出現 所以 我也在這裡呼籲大家 純粹是用 這個流量 增加YouTuber的收入 其實就 現在越來越困難 唯一是可以依靠的就是 各位聽眾觀眾的 實質的支持 用他的流量幾乎沒有可能因為他是無定向風你捉不到 而且一個情況 不是 只是我出現 是很多其他的 黃絲的YouTuber都出現 當然有些各自應對的辦法 有些就是行會員制等等 我都說過了我不希望 我用會員制就將 某些在經濟能力負擔不起的人 拼諷門外 所以唯有 他們繼續 盡量有些人都很好 你一旦有廣告他會看完 沒有廣告我就說了沒有辦法 除了這樣之外 會員制我就不做了 看看我有些什麼辦法去 開源 我做這個 評論都要花相當多的時間 你說的成本是什麼 成本就是我個人的成本 我都需要加些時間下去 這個時間成本對我來說都很重要 我 如果出了影片三四個小時五六小時 然後變成黃標我相信 這個就不是用AI 不是用人工智能去detect 我相信是人 那些人為何無緣無故 無緣無故會看那些是什麼人 看到之後會變成黃標 我相信很多人問我 是不是也有 小粉紅已經進去了 我真的不知道我沒辦法 認識到他們 這個純粹是猜測 他們這樣的口味他們的政治取向 是小粉紅也不奇怪 這些也不奇怪 也有機會是有人 去投訴 所以 他們特地去看 而出現這個情況 無論如何 我不會和他們糾纏 不會花太多精力和你們糾纏 我做我的事 我盡我所能 給大家多些資訊 如果大家覺得好 那你就繼續支持我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閒話就講到這裡 回來 就是講究竟這個病毒 的源頭 是怎樣來的 一會再談 相信也有很多人懷疑 有關於這次的新冠狀病毒 的源頭是哪裡來的 一路都講法就是蝙蝠 蝙蝠可能中間會有一個最基礎的 最開始的宿主 有個第二宿主然後就傳給人 也有很多人懷疑這個病毒是合成的 也都說是武漢的 P4實驗室裏面 流了出來 這個合成的病毒 其實 合成的東西 是有 沒有即可審 到現在來講 究竟 找不找到他的合成 即是那些剪過的痕跡 編輯過的痕跡 中間插了些什麼基因 等等 暫時來說沒有任何資料 我亦都說過 一個印度的病毒專家 又一個 以色列的生化武器的專家 言之作作地說這個病毒真是由 P4實驗室 武漢實驗室合成 但是講完之後大家都沒有什麼 確鑿的證據拿出來 但是最近 最近 是由一個 中國大陸 的一個學者 是廣州華南理工大學教授 蕭波圖 和武漢科技大學附屬 天佑醫院的專家一位叫蕭雷 兩個都是陰液的 合寫的一篇英文的 登在 這個學術的社交網站 ResearchGate 上面 那個 論文的題目就是Possible Origins 這個冠狀病毒 Possible Origins 可能的源頭是甚麼呢 這個2019的冠狀病毒 這個內容 都挺 可怕的 說了出來 他說 這個新型的冠狀病毒 是來自湖北的一間實驗室 可能是和蝙蝠有關 這間實驗室 叫做WHCDC 武漢疾控中心 這間疾控中心 的任務是搜集野生的動物 和辨識他們身體上的病原 OK 有一段影片 就是 有一個副主任技師 捉住一隻蝙蝠去把他拿東西出來 有一段影片就是這樣的 這個實驗室 這個實驗室其實 跟我們一直說的武漢P4實驗室 是兩個實驗室 那個武漢P4實驗室 其實是來市區 來這個華南海鮮市場 即是來這個 火車站 以百公里計 OK 但現在說這個 可能是病毒源頭的實驗室 叫做WH 武漢CDC 距離這個華南海鮮市場 是280個meter 280個meter 走去是幾分鐘的時間 好了論文就引述內地媒體的一個報導 2017年一個報導 就說這個武漢 疾控中心 幾年前 在湖北 浙江 捉了600隻蝙蝠 包括被指 SARS病毒源頭的一個叫做中華谷頭蝙蝠 有研究人員 在工作的時候去做研究的時候 是受蝙蝠襲擊 皮膚 是沾了蝙蝠的血 還有人是被蝙蝠射尿 研究人員知道危險於是自行隔離14天 而一些研究人員也在蝙蝠身上發現了活失 而感到擔心 這篇論文就說 研究人員抽取野生動物的細胞組織 進行 DNA DNA全國中文的譯法 脫養核糖核酸 小弟讀 大學讀中華的時候經常讀 還有RNA核酸核酸的排序 這些組織 樣本 可能會受到污染 等等或者垃圾都是病毒溫藏 有機會是病毒的源頭 這篇文章特別指出 武漢疾控 CDC 距離 華南海鮮批發市場 280米 而 武漢CDC和協和腫瘤醫院 以及武漢中心醫院 當然是一階之隔 兩個醫院都是這次疫情第一批醫生感染工作的地方 論文也提到 武漢市政府 報告和市民的證詞顯示 華南海鮮批發市場 沒有蝙蝠出售 有什麼果子尼 穿三甲 紅 紅都可以在賣 但是沒有蝙蝠 所以新冠狀病毒存在自然演化和透過中間宿主感染人類的可能 很有機會 來自 武漢CDC 但是論文 論文也提到 目前已經被軍方接管的武漢P4實驗室 可能是病毒的源頭 但是一句大個 就完了 OK 這篇論文 在Researchgate 昨晚已經不見了 已經被刪除 OK 這篇論文是 怎麼來的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贊助 基金會主管機構是中國科技部 科技部 在昨天發出的新聞稿裏面 這點大家要注意這個很重要 指出要加強對病毒實驗室特別是病毒的管理 確保生物安全 為什麼突然發出新聞稿 這個 自然科學基金會 發出一個這樣的 新聞稿 要加強對實驗室特別是病毒的管理 確保生物安全 而前日習近平 在這個中央全面生化改革領導會議上講到你武漢新冠狀肺炎 提出 首次提出生物安全的問題 要將生物安全 納入國家安全的體系 盡快推出生物安全法 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 法規的體系 那我就想問 是不是 這兩個 官方發出來的訊息 一個就是自然科學基金會發出來的訊息 就是 武漢CDC 這篇論文的 這個贊助 揭發這篇論文 揭發這個武漢CDC有機會洩露病毒的這篇論文的贊助機構 以及習近平 在這個中央會議上 突然之間提出生物安全的問題 要 將它和國家安全 擺在一起 是不是以有所指 是不是其實他們也知道 這個 武漢肺炎 病毒的源頭 是有機會來自 實驗室裡面的病毒洩漏 OK 我在這裡也說過 大陸 搞這些 病毒的實驗 從好的動機來說 他們真是 希望可以找到 SARS或者伊波拉或者MERS 中東呼吸綜合症這些病毒 的源頭 是什麼 從而找到 疫苗 和醫療的方法 從好的角度看 我想 全世界的實驗室都在做 從壞的角度看 有人說會不會做生化武器 會不會將這些病毒 用這個 基因 展輯的方法 將另外一些病毒 加進去 很多傳聞 加了這個外資病毒 等等 我們做生化武器 我們沒有證據 我們一分證據說一分說 我們沒有證據 我們就不在大肆圈掩 但我們有證據 就是 這些實驗室的管理是極差 不少的 內地的傳媒都賣過是一宗醜物 一宗貪污事件 已經成之預法 就是 將一些 打過病毒的 一些動物 拿去出售 給人做寵物 一些已經死了 做實驗的一些動物 拿出去賣 豬死了 切開一塊豬肉賣 這個 是會 完全是不顧後果為了賺錢 而將這個病毒 散到社群裏面 最可能的原因 大陸的實驗室 洩漏了沙士病毒在2004年 這已經成為了 人所共知的新聞 即是 這些實驗室 做全世界最危險的實驗病毒實驗 可能和及 全中國人 和及全人類的病毒實驗 那個管理 尤其是安全的管理 其實是遠遠 是不及國際標準 這是最可怕的地方 而且人員的貪污 腐敗 輕率 調義輕心 文明於世 很多同行都害怕他們 你看 武漢的 CDC 距離海鮮市場 只不過是280米 設於一個 鬧市裏面 而且 附近有兩間醫院 你看看那個佈局已經很可怕了 在一個人口密集的地方 附近有海鮮市場 有火車站 有兩間醫院 在那裏做一些 極度 高危的病毒實驗 在全國採集蝙蝠 將它分離病毒出來 在蝙蝠身上 找到一些室 這些室可能是帶著病毒 全世界都沒有人把實驗室放在鬧市裏面 唯獨中國就是這樣做 你想想是不是很可怕 而 習近平 基金會突然之間提出生物安全 實驗室管理的問題 沒有人能夠 否定 這次病毒的源頭 即使不是 因為要做生化武器 而將這個病毒 意外地洩漏出來 即使不是 不過 如果放在鬧市裏面 一旦 亦有說 蝙蝠被蝙蝠襲擊 剪到身上血 蝙蝠身上血 向它吐了 怕上來要自我隔離十四天 換句話來說 他們知道 蝙蝠身上真的有病毒 有些本地的專家 會覺得很驚訝 不是吧 放在鬧市裏面 我不是一個科學人 雖然我是讀科學 大學的 科學出身 假假地 無論是中學 無論是大學 都在實驗室裏面度過不少的歲月 我最清楚 實驗室真是很高危的地方 你不要說這些生物 病毒的實驗室 我說化學的實驗室 我曾經試過不少 看到一些同學 拿手不成勢 倒捨一些 即是化學藥品 是有些 有機會有毒 又或者有機會令到別人極度不舒服的化學藥品 即是叫打捨夜 打捨夜是很普遍的 在實驗室裏面 尤其中學生大學生不是很專業 我記得有一次在中學的時候 突然之間有同學 即是叫一題要疏散 為甚麼 他說打捨夜是有劇毒的 馬上離開實驗室 關門 然後就開行那些 抽氣然後上天棒那些抽氣線 這些經歷是令我們很驚嚇 換句話來說 實驗室是很高危的 是很高危 你在裡面打捨夜 然後那些東西會不會傳到外面 沒有人能夠 掌握得到 如果這個鬧事裏面 在醫院的隔壁 在火車站 在海鮮市場那裏 做這些事 附近做這些事 這就是 典型 去反映到中國 他聲稱自己是強國之林 做一些事是很高級的事 亦都很高危的事 但他那個 安全的措施 是極度不足的 你累死自己 累死你國家的人 但繼續累死全世界 問題 如果真的被人發現 原來這是人為洩漏 這個病毒 我想中國 是會給 全世界 那麼多國家 齊升獻贈 治病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